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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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環境、衣衛、人力回應 第三個環節是青年、教育、創科、民體、旅遊、民政、保安、福利、政制等等 首先在開始之前,我想請班長幫我們做一些簡評 多謝各位出席這次G19的記者招待會 正如剛才我們副召集人簡慧敏所說 這份施政報告是現任行政長官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亦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特區的首份施政報告 我看過這份報告的內容非常全面豐富 它既有廣度亦有深度 它既有宏觀的方向亦不乏具體內容 據我了解到,這次這份施政報告採納了很多不少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以及外間團體和個人的政策建議 所以它亦是一份充分包容性的施政報告 我們裏面看到一些新思維 一些是變革性和前瞻性的施政報告措施來的 我個人是給一個很高度的評價和充分肯定的 我就不浪費大家時間說具體內容 因為我相信我的G19同事會在具體內容 法國的範疇方面 和各位分享一下他們的看法 我只是想從一個宏觀的角度 談幾點觀察 第一點就是我發現這個施政報告 是積極回應了國家主席習近平 七一重要講話裏面的四個必須和四個希望 亦都將他們納入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綱領 施政藍圖和行動綱領 第二點觀察就是這個報告是跨越五年的 亦都是比較長期的目標 他有其實不止長期的短中長期的措施 他都包含的 為了切實解決問題而創造機遇 以及看到他是以香港市民的福祉 例如住屋和醫療等等作為了依歸 是為香港帶來希望的 第三點觀察呢 我覺得他充分反映了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 提出的以結果為目標的行動型的施政理念 他是制定和明確超過100條的工作指標 包括職效指標的 亦都是扎成了政策局另外制定內部指標 這樣是有利於監察 我講的是不單是立法會的監察 亦都是有利於傳媒的監察 亦都是在必須的時候 政府亦都可以作出一個調整和改進的 第四點觀察呢 我見到司政部是著眼於管治水平的 他是由基本的體系建設入手 他明確了架構 領導角色 權責分配 以及執行機制的 我覺得以前是 我做了這麼多年公共事務 就未見過 這應該是第一次的 第五個觀察呢 就是他自己解決了三層次問題 特別是土地問題 以及房屋方面的問題 也提出一些具針對性的實際計劃 第六點觀察呢 就是我見到他是促進發展和增強經濟方面 用了很多時間 包括建設十四五規劃之下的八大中心 特別是創科方面的發展 第七點觀察呢 就是他亦都是以破格主動和聚焦性的思維 去搶企業和搶人才 由這個比較高的層次去推動 亦都是推出了不少的新油 以及具吸引力的措施 那麼最後一點呢 第八點就是 習主席 大家都看到他七一還要說話 他特別是關心青年問題的 那麼施政報告也都是作出一個回應 就是這方面呢 是從源頭交易著手 就是致敵於這個青年發展 解決青年住屋問題 以及培養愛國愛港 兼具世界觀視野的青年 是依助青年雙游的 那麼這幾點是比較宏觀性的觀察 那麼我就留給我們同事 向各位介紹一下他們在不同範疇的見解 多謝 謝謝 謝謝廖長江議員 那麼我們現在第一個環節 我們分三個環節 每一個環節是大概三十分鐘之內的 那麼我先介紹一下 剛才廖長江議員和我們分享了 那麼我接下來了 有陳健波議員 有陳振英議員 還有金融服務界的李維宏議員 選委界的陳沛良議員 譚岳幸議員 還有我簡慧民 那麼我先交時間給波哥陳健波議員 好的 多謝Carmen 也都多謝各位朋友出席 那麼新政府這個制定的施政報告 能夠港納民意肯聽敢做 所以今年的施政報告是生氣勃勃 高招遠足敢於改革 在多國政府範疇 推出大量創新破格的政策 去針對積存多年的問題 同時為不同的政策方向 定下超過100個職效指標和時間表 建立了檢討和改進的機制 是有承擔、有決心的做事表現 值得讚賞的 政府明白是成敗取決於公務員的服務意識和表現 所以是修改公務員的守則 強化賞物機制和加強公務員紀律的培訓 是對正下約有效改善施政的 要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公務中心 政府改變以往被動的招商模式和吸引人才方法 提出多項暫身的政策 特別是我特別支持成立 這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和一站式的服務窗口 既可針對性地去吸引目標資金和人才 又可以協助他們來港 解決他們來港國內問題 是很貼身和有用的 市民最痛的訪問問題 政府提出了多項的改革 例如壓縮生被變熟的過程 修改法例和環評的程序 預計公務輪候時間六年 減到四年半 又提早上樓的計劃 定出單位最低面積等等 市民第一次電腦有實質貼身的進展 政府會為23條立法做準備 在醫療、教育、關外隊、居家、安老等等 都有很多的政策 整體而言 我認為 如果施政報告提出的多項職後指標能夠落實 香港將會一年比一年好 市民生活大幅改善 香港將有一番新的景象 多謝大家 請陳振英議員 大家好 多謝大家來這個記者招待會 李家超特首今早發表的施政報告 其實在維護一國兩制 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 搶企業、搶人才、科創、土地房屋 北部都會區或者青年發展和教育 甚至說好香港故事這些議題 都有很詳盡的展述 而且設定了共110個關鍵的職效指標 我覺得他充分體現了移民為本 用結果為目標 以及為市民做實事的施政理念 我對這份施政報告 有一個24字的綜合評語 就是它是 著力提振經濟 積極打造優勢 關顧市民的生計 亦是務實解決難題 作為金融界代表 我首先很高興特首將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展 放在報告很前面的重要位置 在全面提升我們香港金融競爭力方面 會採取提升我們的融資平台 國際化 強化我們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加強互聯互通 發展綠色可持續金融 和強化資產和風險管理這些措施 我相信落實這些措施 一定有助我們鞏固 和提升香港現在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我全部都會支持 對於報告中也提到 中小企預先批核 還息不還本計劃 是很歡迎政府再延長六個月 到明年七月 就可以支援中小企一些還款的壓力 在公共財政方面 設立一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去統籌 所有未來基金下的香港增長組合 大灣區投資基金 和策略性創貨基金的投放 可以令到管理更加聚焦 我期望下一步 政府向成立類似淡馬錫主權基金 這樣的方向去推進 對於現在金融業 最面對嚴峻的問題 就是人財短缺和流失 特別是引進一些專財的問題 在施政報告 有一系列的優化措施 我很高興看到很多項 都是G19和我本人倡議 包括豁免這些優財 置業時的雙重印花稅 除了吸引人財政策之外 本人早前提交在施政報告期望 我粗略統計了一下 有八成的倡議 特首都有採納 證明正如剛才廖長江議員班長所說 他是港納大家的意見 我是予以高度讚賞的 特首在施政報告上 其實是全面展示了他的施政理念 願景和措施 相信被香港和社會大眾 帶來了信心和憧憬 我希望市民和各行各業 都支持政府落實 所有這些政策措施 等我們的期望變為事實 一起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多謝大家 好 接著請金融服務界李維宏議員 好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今天和大家分享 行政長官第一份施政報告 一些初步的想法 尤其是從金融服務界的角度 今天這個施政報告 有提及多項的措施 就很全面去推動經濟 改善民生各方面的措施 也都有包括習近平主席 在七一講話裏面提及到 四點希望都覆蓋了 在金融服務界這個範疇裏面 其實很多今天所提及的一些內容 都是以往在我時機窗議的一些政策 甚至乎一些多場 和行政長官交流會裏面有提及到的 包括互聯互通 人民幣國際化 包括這個雙幣櫃台的一個交易 在廣交所將來會推出 財富管理 資產管理 綠色金融 金融科技 上市改革 甚至乎碳交易 我相信很不久的將來 都會陸續有新的發展 加上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 今年亦都預計會落實 這個服務發牌的制度 亦都有多項的措施 提及到中小企的一些發展 幫助一些中小企的企業 報告裏面沒有提及到的 我都在這裏提一提 就是現時其實整體的金融服務行業 營運都比較困難的 亦都很多不同的因素 是很具備挑戰性 地緣政治亦都很複雜 剛剛所說沒有提及到的 就是跨境理財統 其實我們仍然是業界希望可以盡早 可以讓多些非銀行的一些金融機構 可以參與下去擴闊投資的產品範圍 還有另外 雖然也都有心理準備 未必一定會在今天施政報告提及的 就是尤其是現在政府的財政的情況 比較具備挑戰性 為了香港整體的競爭力 股票引發稅 我都知道 仍然希望在一個適合的情況下 再次檢討去調低 我今天分享到大概這麼多 亦都歡迎記者朋友 事後有甚麼跟進可以再補充 謝謝 請選委界別的陳佩林議員 各位傳媒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行政長官剛剛發表的施政報告 我會認為是一份相當務實 以及很實際的一份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裡面 亦都提出了很多具體的措施 以及一些行動的目標 所以我亦都期望 這個施政報告的內容 能夠盡快落實 令到我們整體香港的經濟發展 以及民生改善 都可以得到一個促進 在施政報告裡面 它是比較大的篇幅 提及到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在人才爭奪方面 是著墨較多的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對政下弱的方案 也是現在我們很多人都關心的一個方案 而在金融領域裡面 它是提及到會爭取在短期內 在南沙和前海成立這個保險的售後服務中心 這個我是表示一個十分歡迎 因為過去自2019年 大灣區計劃綱要發表以來 這個也是保險業界積極爭取 但是也未能夠落實 如果以此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的話 亦都有一個時間表的話 我相信這個售後服務中心的落實 可以得到實現 以及推動我們的保險方面的發展 另外裡面也有提及 關於它會進行風險違本的資本制度 以至保單持有人保障方案的提出 我覺得這方面 對於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保險中心 也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在這裡 在人才方面 裡面也提出了很多實質的建議和政策 包括了放寬這些人才的引進政策 加強人才的資歷認證 以至是人才引進的福利 以及人才規劃方面 其實都在施政報告裡面 剛才提出了很多的方案 我也是很歡迎在這一方面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才 不管哪一個行業其實都相當缺乏 在這一方面 是一個我們極端需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 在醫療的改善方面 也是我幫人有些關注在這一方面 裡面提出了一些中藥的發展 支援罕見病 這兩大內容 其實也都回應了很多相關界別的訴求 而且也提出了建立一個不常見疾病資料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還有加強在境內的醫療體系的交流 這方面都是值得我們去肯定和關注 所以我就期待在以後施政報告之後 在各個工作的落實方面 能夠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和快速的落實 對我們整個香港的經濟發展 一個新的發展和生活更加美好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多謝大家 跟著請譚樂行議員選委界別 好 謝謝 謝謝各位傳媒朋友 我談三點感想 第一點呢 特首今天在開篇和結尾兩處都強調 為市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 體現了本屆政府 以人民為中心 一切為了人民的施政底面 我高度讚賞特首提出的 為市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這個施政出發點 作為議員 也要更好的著眼於為市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 第二點呢 施政報告落實了習主席 其以講話的四點希望 在解決長期存在的新層次矛盾和問題方面 提出了突破性的舉措 兼顧當前和長遠 展現了破解難題的破例 特別是關於人才方面 感謝特首 採納了我們的建議 我是6月16號在地法會的發言中間 首次提出 對於核資格的人才 首次置業要應花稅先講後退 後來我們G19堅決的支持 社會各界也有很好的反響 一些政黨後來也提出了相同和相似的建議 今天特首都采爛了 今天上午特首提出以後 在青年人才界中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我相信這些措施 將極大地提升香港對於人才的競爭力 第三點 關於國際金融中心 市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措施 我們此前在建議書中間提出的 強化人民幣產品的建設 大力發展綠色金融 提升金融科技 加強互典互同 這些今天在市政報告中間 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相信這些措施的落實 將極大地提升和鞏固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最後感謝特首鼎聽 和廣泛地吸了我們的建議 感謝特首充分重視行政地法關係 謝謝 最後就到我自己了 我就是選委界別的簡惠敏 我都講一講對特首這份施政報告 剛才頒長提到 廖長江議員就說 有廣度、深度、高度 我的看法就是 這個特首都不止有幾度 除了這個廣度、深度和高度 其實還有力度、速度 還有是有溫度的一份的施政報告 我看到它給香港市民 是看到有五年 乃至到更長一段時間 是帶給我們有希望 還有向香港和國際社會 都是銳意進取 帶出這個同開新篇的理念 也在施政報告 是緊構著習主席七一講話的四個必須 和四點希望作為特區的施政 大方向大南途 我和我的施政報告建議書 也不謀而合 也是緊構著四點希望 來給特首提出我的建議 我講三方面的 第一就是在治理水平上特別是想提到 特首是今次這個報告 是做了很多頂層設計的事情 譬如特首是成立一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道組 北部都會區的督道委員會 這個都是他自己親自來主持的 還有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三百億共同投資基金 這些也是採納了我們早前的建議 也有110多項不同的指標 不僅我們看到有工作組 究竟工作組有沒有一些可衡量監督進度和成效 特首是說在文件的附件裏面 是將這些110多項的指標列出來的 也提出了優化公務員制度 以後要去行得到這些措施 我們都很依賴我們的公務員團隊 強化想法制度等等都非常重要 並且由司長帶領主動去說好香港故事 這是第一方面講治理水平的 第二就是特首提出智慧政府 在施政報告有很多的弘圖大計 但怎樣才可以拆牆鬆綁 電子政務是我向特首的建議書提到 下星期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會在立法會有一個議員議案 都會動議電子政務和數字經濟發展 我很高興我們都還未動議 其實特首已經提出智慧香港智慧政府 我希望下一步真的做到發展數字經濟和智慧政府 真的做到一個政府和一網通辦 剛才特首提到的 第三方面就是大灣區和北部都會區對接大灣區 口岸經濟這些都是不斷發展的經濟動能 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特首是以八大中心來列出 在施政報告是比較特別的 也請大家去細看 促進口岸經濟大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首也強調將來制定政策 是要超越地理界限的思維 在河套前海這些合作中 推進新的治理模式等等 亦都明確合作大灣區是一個創新的引擎 跨境的政策是要做到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等等 我期待將來在行政立法互動的裏面 在我們去審視將來的財政預算案等等 我們都可以去做到配合和監察的角色 我想我們講我們的回應或者我們的感想看法到這裏 看看大家有沒有很快的提問 因為我們收到消息說局長發言很快會投票 所以那邊立法會的同事提我們 可能隨時要回到會議室 待會我們有第二個環節和第三個環節 就像我剛才說的那些 第二第三個環節會再跟大家去分享 不好意思我們已經叫了如果是需要的話 投票的時候我們要求一些人召喚分析 所以一響鐘我們就要投票回來 我們會失陪一會兒 看看有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稍為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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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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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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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